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太阳正义当人偷是我 以为被大耳窿追溯才会搞成这样 错了,现在报新闻也会 报新闻招红友之祸 黑手搞成报高层御所 这里被人又贴单张又临有的 是成报个别管理曾经的家 因为这些人都搞成这样 很可能和近日的成报 每天投版的专栏有关 好像刚刚这日 摆明曾经民主派的薯片和胡冠之余 还要着带戴户是国妖 有黑手搞事比进你都害怕 管理层快报警 但查识今次已是成报第四次报警 事关早前已试过 有员工被人跟踪 以及被人贴海报抹黑空壳 今次再加上临有 成报当然是生气了 出声明说这一连串都是政治恐吓 明显是想逼成报 不要再登署名看江市的闻 家印希望力保属意的人选 当选特首 证明选举已被香港和大陆的利益集团干扰 有成报高层闹爆 事件是直接威胁到员工人身安全 既协都说一连串行动 都是为了令到新闻工作者收笔 阿土就希望警方可以保护成报的员工 好 回来是第四次的《现代合传》 不得而知 但是这样赤裸 把矛头 香港今时今的环境 在眼前 眼睁睁看不到的事实 事实上的而且确 在这个西环 是真是 真是万死莫莫变的了 特别是大家不记得 梁振英当的选举之后 在2012年3月25日 第二天他就去西环败票 接着他同一年 在10月1日 所谓的国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 那天南亚事件 第二天出来 李刚站在前面 他就像个死契弟 都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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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他还以为李光 当时李光 现在去澳门 不知道他在哪里 可能是香港特首 所谓的第二权力中心 其实已经不是第二权力了 香港的管治 的而且确是西环 好了 这段影片 是昨天《苹果日报》的动新闻 今日的发展 其实发展到稍后 是成报 他们反拍摄那群 在他们的门口 跟踪他们的同事 监视同事的人的照片 而对应到 他们是深圳公安局的公安 是国安 于是他们通知了香港警方 香港警方可以做到什么呢 先不要对警方有任何政治立场 你想想 在现在的香港政治制度下 你可以怎么办 香港警方就只能打封信 打电话上去问 上面不回答你 你又可以怎么办 我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大陆人看一国两制 和我们看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基本分别 即使有些在大陆 都同情香港的人 都好 他们都肯定在那种思维底下 一国为大 觉得他们是这个精诚 是这个中心点 你香港是什么 为什么香港会淪落到今天 亦都是因为香港的官邮 董建华 义航 一直以来 卑躬屈室去做人 香港人均收入接近四万美金 大陆说得这么厉害 你八千美金 当然是在大陆上偏一变 很多人在大陆上很窮 你们想说什么 我就跟你说钱 我就跟你说钱 你们看不到香港人 香港人就可以看不到香港人 香港人就可以看不到香港人 因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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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不懂 广东话 因为你们不懂 英文 因为你们自己说 好有型 来建一层楼 不想什么都没有本事 因为你们被全世界的人 看低看少 还要屌你头 得得得去移民 才能够格 屌你老母 不是香港这些商家 八九年之后 上去建厂 给你们那些奴隶 给你们那些同胞做鸡 你那些狠狠 现在还在那些乡下 撿牛屎 屌你老母 找两个授权 大声 有什么钱 又说钱 你李嘉诚 屌你老母 这十三亿人 就是狠狠 飙你老母 好了 我也不是说这些 我说成报 这个政府 老实说 我真的不觉得 我们用个常理去推断 老师 你不用怕 老师要做大陆生意 他可能很久后悔 集入了你 成报 成报 被人搞 现在他们就说 是什么美泰网 就是说成报的老闆 那些东西去追溯 就是想把事情模糊化 但是 一叫到 屌你老母 那些审 你去追溯美泰网 骗你多少钱 不知道 走不走 一个人被人骗钱去追溯 一定是 你有记者来 我搞了树尼 我 我买他们乌万块 一定是这样的 有乌人 有乌人来 你怎么走 好了 很明显 我们用常理 逻辑 他被人搞 是因为他写了别人不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买一张情报 他们会看什么 会不会看后面什么经济 什么保健卫生 我告诉你 是不会 看来看就是看漢江舍头版的文章 那我们用常理推断 有人不喜欢这些文章 那就很合理 那那些文章写了什么 骗鸡 一路骂他 就是禍港四人帮 每天吵西华 每天吵林郑 如果是这样的 首先我觉得就是 胡国卿 葉劉淑儀 或者曾俊华的团伙 就不会搞他 那我们觉得是西環派人搞他 这个推断 我想到不会 真的很合理 不一定 但是合理 那西環为什么要搞他 我特意做这些节目 西環为什么要搞他 如果有些东西真的够催 或者西環正在够催 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现在搞到说什么 现在干卵选举 说到 你能不能有些选委 进去拍照 昨天 有个陷家产 我认为他找到天下第一份好工 那几个政制及事务局 有一条光头声 叫做谭志愿 谭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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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世祖是你 港珠澳 不认识 是你的粉丝 我没看 哪有看得那么多 我的粉丝多得你不相信 很多演艺名人 有些女性的粉丝 有时可以去想 其实没什么 如果你真的那么崇拜我 就要我出去吃个饭 喝了一杯也行 喝完一杯也行 不行 好了 我真的想说 谭志愿 昨天真是很厉害 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他说 如果你们被人兇 香港有法治的 怎样 怎样 你们教什么 我们今次的投票是暗过暗 怎样 你都不知道投票是暗过暗 真是暗过暗 暗过暗就是黑过黑 好 不用说 你们先去ICAC 你还说这个话 你是香港人 为什么 因为ICAC的掌握在你们 难道我真是屌你老母 我真是自投罗网 告诉你 我屌你想搞搞中联办 你香港就被这些人搞到这样 好了 现在我就是想说 他提供了一条选择 这一节我们不要这么长 因为我们开始讲选择 他很生气 他说 屌你老母也会投暗票 现在中联办逼你 你不要 屌你老母 你拍张照片出来 你老母 真的证明你是有投名票 老师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 我 没什么 这样被人逼你 我也要拍的 生意在上面 那当然要拍的 没有计算 妻婆和妻女全都在 难道我和她翻面 对自己没有理 让我保护自己 但拍完之后 就不但不用被人搞 分分钟 没有人被人搞不搞 没有所谓 那票有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我们当生意 有得做 其他人 I don't fucking care OK 下个佳 如果是这样 我就很想叛逆心态 其实可能对我来说 投哪个都没有所谓 你越是这样 反而我越不投 等于当人 一定有人 叫我投6号 7号 反而我会变得 OK 阿叶鸡你呢 我会先拍一张照片 然后拍了照片 然后跟选择主任说 我弄错了 拿过份 OK 受了大专教育 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想教选择的 首先理论上 你们是不能带电话进去 OK 带电话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 首先被人收了电话 特意拿着电话 还要问她 小姐我可不可以带电话进去 那个女生就说 可以 你要关机 那我拿出来也可以 但如果她真的不肯收你 因为你们知道 大家都有信份的人 进去 吸一个人 偷偷地拍照 现在拍照很简单 再不是你怕手机 那些什么 老实说 我现在戴着这副眼镜 都可以 直接拍照 然后吸到几个人 小姐不好意思 我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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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吵你了 你吵你了 我吵你了 可以的 然后就吸到另外一张 这个就是我教你们的办法 不要害怕 站在正义那边 当然 其实你求头上 都不吵正义 因为我想表达一个 因为我们接下来都会讲选举 其实我们今时今日 会这么凄凉呢 就是 或者我们现在所有的判断 或者票是怎么摆放的 什么400 500 他算有多少个 529 580 吵你了 其实什么都没有意义 那个意义就是 你如果还相信这个 在某一程度的小圈子 选举里面 都是小圈子 即是有得选 你可以用那些去分析 但是如果你相信只不过是一人说事的 即是习近平说 喂 胡苏珍 习近平说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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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国卿说 吵 是呀 林郑的话 其实根本的票 就自然走了 你说那些什么 谁是否接不接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而我相信这个处境 都是相当接近现实的 不过放心 接着那两节 我会讲 为什么我是坚决认为 我根本没有听蕭先生 其他一些所谓的评论 我真的觉得是很明显的 我真的不觉得 为什么会去到这一刻 还有人害怕 林郑月娥会赢 我真的觉得是 我很惊奇 很惊奇 为什么这些人会那么有趣 这个不是因为我有主观意志 主观意志 反而我是想林郑贏的 我不是因为要招讨 我是想看到她继续搞乱香港 看你们现在的中产 那些人 We are the world 的人又会有什么巨策 看看有多久 对 你们经常说 去哪里 左膠 那些本土派 有没有派去哪里 现在没有了 等你们去搞 我就看你们搞什么出样 好 待会 一会儿 然后再去哪里 一会儿 我们去哪里 看翻 future 让我们的目的是 如何 刚才的发展 Еще个照片 我们的目的名字 现在的目的是 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订阅 我们的8大频道 付费后 还可以充满所有的精彩節目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赞好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拜拜